我听说你让曹胖子 帮你救袁淑英是吧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对一个女黑帮 这么念念不忘 我老婆她不是邦会 你凶什么 人家是关心你 不用你关心 她是个逃犯 你会惹祸上身的 只要我能找到她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那么唐先生 麻烦你告诉我 曹胖子到底让你做什么 这事跟你没关系 难道是因为宝贝 你们到底在找什么宝贝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你可以不用说 我对宝贝这个东西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听我说 日本人还在的时候 这里叫服饰会 我在这儿当过舞女 有一天 我陪一个日本老板 喝酒的时候 老板 我陪您上楼啊 接着喝 没问题 小心 好 白雪小姐 你知不知道 在这个楼上 藏着什么东西啊 这 老板 我没来几天 我怎么知道藏着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 藏的是宝贝 藏的全都是你们中国人的宝贝 哈哈哈哈 很多很多 能买下整个东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从那以后 我就没离开过 曹乐生怎么知道这里有宝贝 曹乐生年轻的时候 在日本流过学 他和那个日本老板 是老同学 师父 师父 曹会长在等你呢 小心一点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就奇了怪了 一个袁淑英 惊动这么多人 姓白的娘们儿让她死 曹胖子又让她活 这怎么办 报告队长 滚 丑白 是 回来啦 回来啦 唐靖云走了 走了 你怎么又惦记上他啦 胡说八道 人家心里只有你一个 就怕是说一套做一套 表里不一 那我就做给你看 嗯 哈哈哈哈 做给你看 嗯 舒服吗 嗯 好 舒服 曹爷 嗯 你到底跟唐靖云说了什么 你想让唐靖云帮你做什么呀 扳猪吃虎 白眼女 你以为老子傻吗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为什么留在我的身边 我跟你说 我可花钱养你 你可别太过分 如果要过分了 老子对你不客气 大人 啊 啊 啊 吧 啊 千 Aegir 五亮 你听我说 我在帮你们李局长做事 你搞错了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不敢信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有人想找你 什么人 想让你死的人 你来了 你脸怎么了 让人打了 不要你困 人呢 人在小树林里 我都给你绑好了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 我是让你杀了他 我是让你杀了他 我可不敢杀他 为什么 胡蒙给我打电话 说曹乐生 让我保住他性命 曹乐生 对 曹乐生 人我给你带到 要杀要广随你的便 至于曹乐生那边 你放心 我是不会说出一个字来的 别 什么别 你个臭婊子 我 别动 别动 冷静 滚 冷静 滚 我滚 滚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对一个女黑帮这么念念过 我老婆她不是帮会 你谁 你到底是谁 她是个逃犯 你会惹祸上身的 只要能找到她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你可别太过分了 如果要过分了 老子对你不客气 你为什么要杀我 放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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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阿嬷 感谢观看